各位觀眾午安,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我是蔡友達 台股今天攻上了萬七大關了 收在一萬七千兩百一十六點,大漲兩百六十一點 成交量有放大到三千五百億以上 今天的盤式如何掌握呢? 現場為您邀請到了兩位專家 首先是永成國際投顧蔡慶龍分析師 全國都沒有,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陳英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盤面上的觀察先來請教蔡慶龍老師 大家好,歡迎收看價值型投資 這個盤是不是看回不回 從一五四二四上漲以來 我說這個盤在軋空手,它在軋空單 你的策略只有一個 回檔來到支撐要進場 有跌就要進場 否則你會措施很多的良機 盤式的架構 6月1號,連跌三天跌200點 缺口支撐來的 16477,要懂得站在買方 要進場 你不進場,它很容易的創新高 四天漲了445點 來到16922 保育黨是不是看支撐 支撐要懂得進場 你才會大賺一筆 所以當上禮拜四又跌了188點 現在有沒有 我說,有些股票來到一個短線支撐 就要進場 你的操作態度一定要積極 寧願買下去讓它短套也不要不出手 否則它又要走高了 上禮拜四是不是很關鍵性的一個時刻 包括4919的新唐 上禮拜四一樣黑黑棒 你126有跟我進場了 到今天為止 大概也是10塊錢的一個價差 策略很明確 有跌就要買 你不買 這三天又大漲560點了 從15424 我給你的策略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跟上 韓市已經大漲1830點了 很多人會認為漲好多 你會很擔心 會很害怕 是因為你的選股選錯 是因為你一個進場點 沒有在低檔上車 建老師講過 我不會為了表演漲停板 帶會員去追漲停板 我不幹那種事情 所以這行情 輪動輪漲嘛 你好好地跟著我來操作 什麼是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你應該很清楚吧 昨天3583的幸運 開始震盪 開始整理嘛 我說成本拉開5成以上的一個幸運 就讓它震吧 就讓它震吧 今天一開盤沒多久 星雲又再度的亮燈漲停板 來到162的一個破斷新高 賺飽 賺滿 恭喜一下我們的會員 昨天它在震盪整理 我就告訴過你了嘛 COWAS的一個商機 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COWAS其實分作兩部分 COW CO是什麼意思 就是晶片的一個堆敵 WOS什麼意思 就是把晶片封裝在機板身上 所以這個COWAS的一個 連動的一個技術呢 就是晶雲所擁有的 它最主要在降低晶片的發工的一個 耗率跟成本 這是AI晶片 所必須要擁有的一個技術 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會員 早在之前 我們就已經非常詳實的 告訴晶雲到底在做什麼 這裡都看得很清楚 AI持續發酵 COWAS製程晶雲在工漲停 大商機的一個架構 建構在它的一個產業結構 是大爆發的一個題材 建老師 介紹股票 通常會帶有明星級的一個產品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掌握清楚 晶雲當然是其中一檔 半導體設備的 COWAS的 我一檔五天轉折買點 這個位置要趕買 5月25號 100以下 回不去了 當時候98.4 我告訴會員98.5要進場嗎 買的夠不夠剛好 我有帶會員去追嗎 親愛同樣 我是趁他回檔 下去買 買在100 你可以看到我的一個操作 非常的重視 所謂的一個風險的考量 我不會帶會員胡亂去追 你放心好了 當時候買在100以下的幸運 也是趁他回檔五天 買下去之後 你就看到大漲9% 亮燈8% 對不對 6月6號 124.5了 漲了28% 一張都沒賣 一張都沒賣 是不是 為什麼不賣 COWAS 現在大家都會談了嘛 那你有沒有早知道嘛 領先市場 是需要專業的 領先市場 給你的回饋是 賺完28%的幸運 一張我都不想賣 6月6號 6月6號不是斷藏石 6月6號是 準備 迎接下一波段的一個 擴大的一個績效 所以124.5 告訴你 一張不賣 隔天6月7號馬上亮燈 一開盤就亮燈 134.5 6月8號呢 再工漲停 兩天是不是又多了20% 6月8號 來到147.5 100以下到147.5 剛好五成 你給我時間 我給你破斷 你給我時間 我給你大爸爸的題材 竟然是你的個股 會讓你大放一材 跟上來就對了 一等一的一個操作 獲利的一個績效 所帶給你的 是波段的一個漲勢 所以禮拜五 來到151 波段漲55% 每天都期待著開盤 這是會有你的行程 如果你股票容易大漲 然後不容易大跌 大漲小微 大漲小微一直往上墊高 如果它的一個籌碼 量價形態 都沒有走落的現象 每天其實在開盤 人家在說 每天在數鈔票 你有沒有每天數鈔票 大盤漲了1800點 我希望我這邊節目 所提供的內容 不管是大盤的方向跟策略 個股的低檔進商點 所帶給你 是穩健的報酬率 是不是 所以禮拜一 昨天 盤中最低142 收盤147.5 開始跌了對不對 讓它震 昨天的節目 你忘記了嗎 如果你忘記我對星雲昨天的看法 把YouTube的節目 訂閱一下 拿出來複習一下功課 成本拉開五成 你就讓它震吧 讓它震 不用怕 因為Call us的商機 不可能那麼容易結束 題材還沒有反應完畢 所以講完之後 今天又一開盤沒多久 我亮燈了 來到162 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65% 65% 從當時候低檔區五天轉折買點 是5月25號 今天不過6月13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65%的利潤 我不曉得我這樣的精心 解盤的內容 所提供給那麼多 觀眾朋友的一個 機會財 你有沒有好好掌握住啊 所以昨天的一個幸運 跌啊 那些棒啊 是不是 讓它震啊 讓它震啊 什麼是講在昨天讓你印證在今天 震完今天馬上又跳空漲停162 65% 這行情看回不回啊 抓對一等一的基油股 你要懂得跟我抱破斷 抱不住的跟上來 好不好 高利 5月18號 短底突破的買點210了 來到267先賣一趟 48塊錢先落袋 記得吧 267賣完回檔三天啊 我250結尾當天 收盤是26.5啊 短套啊 短套要怎麼樣 總是要出手啊 你沒有出手就沒有機會嘛 我常告訴你嘛 看回不回的架構 來到短線的支撐 你就要進場 你應該買著讓它短套 也不要不出手 因為這個盤很容易 讓基油股往上走高 所以250結尾的高利 有沒有馬上走高 走高之後這兩天黑鴨棒 又再跌了 266啊 沒賣 沒賣啊 66號給你分析啊 跌啊 告訴你 沒賣嘛 隔天 馬上拉出中長紅286 再創新高 禮拜四 從286跌到262啊 差了二幾塊錢啊 我說開始分盤交易的高利 因為漲太多了 所以呢 主管機關警示一下 告訴你 金老師選的股票 容易受到市場上的矚目嘛 所以他要分盤交易 但是我給你的結論是 他會開始量縮 他會開始強勢整理啊 不用擔心一天的回檔啊 是不是 禮拜四 講完之後 禮拜五馬上用大漲創新高 293.5 兩階段 大賺100塊錢啊 所以當禮拜一 他來到297 我說分盤交易後 我才會找賣點 分盤交易的過程 讓人說啊 強勢整理啊 不用急著賣 我根本不想賣啊 第二趟的一個操作 對 在250 接回的 昨天297.5啊 今天呢 308啊 是不是又再度的創下波段新高 這兩根黑黑棒是誰告訴你不賣的 分盤交易的回檔二幾塊錢 我們告訴你強勢整理還會再走高 今天已經來到308了 如何運用技術層面的一個操作 把一檔股票的一個波段利潤掌握在手裡面 那需要高深的一個技術學問 不然出一支嘴 請再講一講 你應該知道我的解判內容 不是事後看圖說故事 事後放爆誰不會 低檔化個圈圈買最低 高檔化個圈圈賣最高嗎 股票漲上來才說低檔有買嗎 股票跌下來才說高檔有賣嗎 什麼是對時對價 267的賣點 250街頭的位置 延續的分析包括這三根黑雞棒 是誰幫你度過一檔股票 震盪整理洗盤的過程 你看不清楚嗎 所以超過100塊錢利潤 那是需要非常高深的小問啊 沒有三兩三賺不到100塊錢啊 賣賣一樣一股票對不對 高利我們賺了超過100塊錢 星雲呢我們賺了超過六成 我不曉得同妙 你看我節目你有沒有覺得很過癮 你雖然沒有賺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有偷偷跟攤的 應該不如小補啊 是不是 這檔新檔 一樣我是低檔區 12345嘛 五波修正完畢 賺一股本齡新檔 123啊 低檔開始買的 來到5月30號 黑雞棒嘛 我再跌喜歡告訴會買啊 這是我的一個操作模式嘛 是不是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上禮拜四 126啊 收最低嘛 黑雞棒啊 當天大盤是跌188點 短線回檔個股來到相對的支撐 你就要進場啊 每次都在相對低檔告訴你要買啊 我有帶為人去追哪個位置嗎 逢低布局你不是最喜歡的嗎 低檔低風險啊 所以上禮拜四利用台股跌188點嘛 新檔126 逢低買 買完之後隔天吞噬黑雞棒來到128.5 禮拜一已經來到131啊 底部安全的標的是我精挑細選的 你有跟的到今天位置已經來到136了 連漲三天金金漲 這位置叫做126 利用大盤跌188點逢低布局啊 我給你的策略 我有沒有說到做到 大盤跌就要進場 個股來到相對低檔支撐就要買 126新唐的買點到今天136 三天10塊錢雖然不多 但是你所想你所看到的是一個非常激進零風險的一個操作嘛 昨天這檔股票一樣是低檔 我沒有告訴有人要去追這種位置啊 追高股票很多人都會嘛 但是很容易套嘛很容易受傷嘛 我是什麼樣的分析師你看不出所以然嗎 這檔電動車昨天連續五根黑街棒 回檔低點轉折買點浮現了 這叫支撐啊超過1萬張的啊 哪一檔電動車的干你股票 飛鴻啊充電裝的一個電動車啊 大家耳熟能想嗎 趁他回檔啊要會跟我買啊 今天飛鴻有沒有長半更 嗯 看一下昨天的一個價格 有沒有是同一檔 電動車的飛鴻啊 五天的黑街棒 當天 昨天嘛最低78.3啊 收盤78.5啊 幾乎收在最低啊 你敢進場嗎 嗯 還是你喜歡追那種漲停板的 嗯 這個位置 昨天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五天叫轉折來到紅黑棒低檔 是不是叫支撐 超過1萬張啊 2萬2千多張啊 量大好進好出 當然也很好賺啊 昨天 有跟著進場的 今天漲半更呢 82.4 什麼是昨天低檔的承接時機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同步的掌握住 所以這個行情看回不回 不要亂拆高點 不要亂拆高點 有低點要進場 亂拆高點 你會綁手綁腳啊 你會想要隨便去放空啊 得不償失啊 未來順勢操作的模式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歡迎加入青老師來 小小組收到個178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把節目時間交給佑達 好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 請蔡老師幫大家來分析 歡迎你回到價值型投資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謝謝 毛利率高達100%的一個細緻裁 建老師是如何一檔賺再換一檔 幫會員擴大他的績效跟利潤 N31當時候5月4號 趁大盤開低買啊 當天最低583啊 我買590嘛 590買完之後呢 兩階段的一個操作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193塊錢落袋 長線看好啊 我應該會接回啊 很可惜我沒有接回 後來他還持續的走高嘛 這是我自己要檢討的一個地方 但是會員的一套資金我講過 我如果沒有賣掉M30 我怎麼買其他個股 這就是我的操作風格 不怕你們來跟我對死對價啊 賣錯難免啊 那賣錯就賣錯嘛 換下一檔就好了嘛 下一檔叫金星科啊 一樣是細製裁的 短底剛突破的買點 當天最低450嘛 上去500賣嘛 賺了四十幾塊錢嘛 賣在6月2號的500 賣完之後金星科 昨天禮拜一嘛 明顯只跌訊號啊 471當然要接回啊 最低是451嘛 我接在471啊 一樣跟你對死對價啊 如果你認為最低451 然後我買471不及格 你當然可以另請高明啊 我只把我帶會員真實過程 呈現在會員跟電視機觀眾面前嘛 所以昨天明顯只跌啊 就471接回啊 不是跟你對死對價過了嗎 471接回之後 昨天收盤480嘛 那今天的一個金星科呢 已經來到509嘛 471到509 38塊錢嘛 兩階段大概賺了80塊錢左右 對 兩波的操作啊 該賺利潤賺到嘛 該避開的風險避開嘛 那這次又賺了38塊錢啊 不是很漂亮嗎 所以股票來到短線支撐 有止跌訊號就進場嘛 你還等什麼 等欠號是在摳去嗎 那你盤中就好好跟啊 是不是 那接下來 上禮拜五 另外一檔 細智財的 就是利旺啊 他賺兩個股本嘛 這形態剛突破啊 我買在2100 那時間交易跟你對過啦 當時要在209嘛 我告訴你2100就可以買嘛 買2100啊 一定買得到嘛 買完之後禮拜一 2270 今天2375創下破斷新高 三天的一個時間啊 從上禮拜的2100 到今天2375 275塊錢 精挑細全 細智財 上次貴公司大概五家而已啊 是不是 如何延續會員的獲利績效 有沒有 你想不想獲利不停的往前先奔跑 還是你要停留在原地踏步不動 如果你現在的一個持股規模 是讓你不會達到穩定的報酬率的 是讓你感覺不到前途的 你想不想東山再騎啊 親愛同學啊 你想不想讓你的獲利不停往前奔跑 還是你一直要停留在原地 固步自封 鴕鳥心態 對你目前的問題 一點幫助都沒有 建老師 張開鬆手 你有什麼任何疑難紮症交給我啊 把你身上沒辦法解決問題 懶在我身上嘛 我幫你扛壓力 我幫你解決問題啊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專門的技術啊 潛艇性市場啊 一千多檔股票啊 你以為 每一檔股票的一個量價籌碼形態 都在同一天發生嗎 如果同一天發生 我就告訴你 做大盤指數就好了嘛 就是因為做股票很難 每一檔股票的一個基本面 或是它的量價籌碼形態 廢似係數轉折 所呈現的高低點波動 都不一樣嘛 所以我這邊可以幫助到你的地方 就是你現在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利用晚上的時間 其實我每天晚上都是幫新進會員 幫他們做持股診斷啊 因為你總是有帶一些持股進來嘛 那這些問題 就是我的問題啊 不管你之前是自己操作 或跟其他老師操作的 這就是我目前要幫新進會員 立即解決的問題嘛 不會動的股票就換到我的股票嘛 如果還會漲的股票呢 我當然會告訴你 不用急著賣嘛 所以力望 從2100到今天 2375啊 一張275塊錢 快不快 就是因為大多頭行情 我才有辦法創造出 如此漂亮績效嘛 是不是 重點 低檔買 不要漲了一大段 亂追高我的股票 這是我常提醒 電視會員 電視觀眾的一句話 對 要不要參加會員 你自己決定嘛 那至少你買我的股票 不要亂追高 追高有風險啊 懂嗎 要低檔跟著來買嘛 功率放大氣的穩貌 150 對當天 中長紅啊 跳空缺果回補 轉降的買點了 漲到161 我說還有高點 所以6月7號 我告訴新會員 166可以再買 你不買 對 亮燈啊 177啊 所以 如果股票還會再漲 成本沒有拉開很大的情況之下 新會員 你好好的stand by 一旦買點浮現 我就帶你進場嘛 沿路的逢低乘接啊 到昨天禮拜 182.5嘛 32塊錢啊 今天穩貌 沒辦法過182.5啊 最高就是182.5嘛 我賣181啊 來對時對價嘛 9點21分的一個穩貌 在180附近賣出 經過三分鐘 運氣還不錯啊 我發完寇訊之後 都在182附近啊 所以大概會員都會賣在181 或182附近 你自己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成交 收盤呢 176啊 我又賣對了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啊 所以整個穩貌 今天停利出場 停利不是看號穩貌啦 長線架構我依然看好 低檔買點 無限同時我自然會接回啊 所以穩貌賣掉的資金 當然我會準備先買下一檔個股 例期 上禮拜三呢 反覆測試支撐是為了過前高 還記得嗎 這上禮拜三的分析嘛 164.5要會進場 不是等到昨天連續搭出 四根紅街棒 它真的過高了 真的看到亮燈了 我才來搖旗吶喊 告訴你這個點是買點嗎 那不是我的風格啊 該買的位置是上禮拜 這個位置 接近支撐買點 而不是昨天 對不對 今天利機不是掉下來了嗎 一根黑一根棒 泰北西的一個創圍 102 第一隻腳的買點 上去之後回檔 103.5 第二隻腳的買點 有沒有上去 當它長一打下來 我說頂多打第三隻腳會再上 所以我在上禮拜告訴你 要會逢第一買 你有懂得逢第一買的 它今天不是打完第一隻腳 第三隻腳 果然再上了嗎 昨天提供給你一檔 營收新高 年成長超過100%的機油股 它是車王電 車用電子 有沒有看到 昨天收60.6 今天車王電呢 大漲6.3% 來到62.7 它已經跨入美國電動車的一個領域 它跟Up Top Mall合作 所以像這種機油性的個股 買點浮線我就帶你進場 不曉得如果掌握大波段利潤 歡迎加入龍家軍好 從明年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值對價 把節目時間交換給佑達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一支 各種認證券 或不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短節目最大緊公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顯現評估 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超順利 我們再會